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跟吃的有关系 我对爱真老师是羡慕嫉妒不恨啊 因为呢她长得美 所以呢公司每次给她讲 都是跟美的产品有关系的 是不是 那我就利用我们的酵素 跟那个我们的普洱茶瘦了两公斤 然后我也认真的用产品 希望有一天呢 我也可以除了钢锅之外 还可以讲一点跟美有关系的产品 好不好 OK 好 但是呢我也很荣幸 因为民以食为天 吃最重要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钢锅 这个呢 好 那首先呢我来讲一下 怎么选一口好锅 其实我们在选锅的时候呢 要注意三点 就考虑三个 第一个就是导热性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热容量 第三个就是不沾性 一般我们家庭主妇呢选锅的时候就注意这三个 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导热性 其实呢很多人有喜欢这个 我什么锅都买过啊 我们有一种锅是玻璃的有没有 有没有 其实玻璃的锅呢就比较适合煮汤啊煲汤等等 因为它的导热性不是很均匀 那不锈钢它的导热性非常好 但是呢 它有它的问题 等一下它很均匀导热啊 等一下我来具体来讲一下 那因为每个人都问 我们为什么要用五层的复合金 这样的一个工艺 那等一下我会解释 在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材质 就一种材料 它的导热性非常好 就是铝 那大家就是说 我们妈妈那个年代的人 可能他在这个认知上面 还没有那么 像我们现在接触的资讯那么多 那个时候可能每家都有用过铝的制品 铝的锅有没有 有吗举下手 有啊有 因为它很便宜 它很容易得到这个材料 所以它非常便宜 到现在其实很多在国外的西餐厅里面 他们那个厨师也会还用铝锅 那铝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导热性非常快 但是呢 它有 它的抗腐蚀性不太强 所以说我们很怕在食物当中 它其实很软 很软 很容易变形嘛 那那个锅铲 有时候也会在食物里面 一年两年可能没关系 可是八年十年呢 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健康 去做这个冒险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那它的导热性那么好 怎么能利用起来呢 那我们这个不锈钢锅 就懂得利用了 那它的五层结构里面呢 在接触食材的那一层 就是316 316 还有呢 就是我们平时看不锈钢当中 什么304啊 18至10啊 18至8呀 对不对 在台湾是18至8 18至10 那都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后面那个数字呢 是指不锈钢里面的 涅含量 涅 涅的那个化学符号是ni 那么涅它的抗腐蚀性 就非常的好 那这个涅又是非常贵的一种金属 所以它添加的比例略有不同 价格就差很多 那我们的316里面 它18至10 它就含有10%的涅 那个304呢 是18至8 就是8%的涅 但是316跟304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316钢锅呢 它316不锈钢里面 有含一个木 它的化学符号是mo 木 那么它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在炼金的时候 其实有用到 因为它非常耐高温 可以说10002000度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 这个就是316 它本身钢材贵的原因 是材质完全不同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 就是说我们把304的一个锅 跟316的锅 都同时丢到大海里面去 可能过了没多久 那个304它也生锈了 不要看似不锈钢 它耐腐蚀性不够强 可是316可以一直丢里面 还不会生锈 好 大家就比较直观地可以理解到 它两个材质的不同 那么其实很多小的企业 就是为了能够卖到高的价钱 它其实都只是普通的钢材 都敢称为316 那我们的这个不锈钢呢 它其实呢 是跟韩国最大的 我们看到后面 这个金属公司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Done One 是吗 老师读得对吗 它这个是用它的这个钢材 所以我们在质量的方面 是有保证的 那我们再停在这一页 看一下它那个几层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中间呢 是什么呢 就是铝合金 其实好的不锈钢 它中间都是有合成 就是其他的材质的 有铜的合金 还有铝的合金 那就是为了利用铝的持续导热性 在外面这一层呢 它又是magnetive不锈钢 就是有磁性的不锈钢 所以我们的不锈钢锅呢 是可以应用在普通的炉火 还有呢 比如说电磁炉 电桃炉 全都可以用的 都是因为它这个五层的结构 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们讲的导热性 大家就可以更明白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五层的 这样一个合金的方式 这么不是简单的 只用316不锈钢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说 这个五层结构呢 我们的这个厚度 达到了2.5厘米 2.5厘米 它的设计也很漂亮 这个2.5厘米呢 我们就刚才讲到 第二点选锅的 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热容量 那么喜欢锅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一个 我不提品牌的名字 就是非常锅的 贵的那个铸铁锅 颜色也很漂亮 有没有人买过 价钱很贵的 每一年都会有一次 那个promotion 很多人去抢的锅 对不对 对对 很多人都在发那个音 那我就不替他们做宣传了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 这个铸铁锅呢 是因为呢 它的热容量非常高 它呢 在加热的时候呢 温度升高的比较难 可是降下去也很难 所以很多人都会喜欢 用这个铸铁锅来煎东西 因为它的热量 你放进食材以后 不会大幅度降低热量 所以它可以迅速在表层呢 锁住里面的水分 跟这个汤汁 这个汁水 所以它很用来这个煎东西的很多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我们的厚度高达就是2.5厘米 它在厚度 厚度越厚 它其实这个温度降下去也很慢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也兼具了这个铸铁锅的这个优势 那最后一个就是不沾性 可能这个呢 是大家最头痛的 对 我每次去中心分享这个锅 很多人说 我买了 我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粘 对不起 锅很好 还是你的技术不够高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 刚才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它可以用在这些炉火上面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下说 怎么样去确认它可以不沾 怎么样把不锈钢锅用成不沾锅 那就是温度是关键 温度是关键 那我们把不锈钢锅在加热的时候呢 我们先空烧 但是不要大火 要中小火 中火 也不要太小 中火 那么烧到什么程度呢 烧到一个很美的程度 就是荷叶上的水珠 就是说我们用手 弹一些水进去的时候呢 它不是立刻变成水蒸气 而是你知道我们原来 在小的时候看那个荷叶 那个晒完雨之后 那个水珠在上面滚动 对吗 就是达到这样一个美的境界 所有的小水珠 全部都聚拢在一起 就像荷叶上的水珠 在你的锅里面滑动的时候 你的预热就完成了 温度就够了 你看这个美不美 对不对 好 大家也很容易记住了 所以下次呢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有没有变成荷叶上滚动的水珠 好 这个时候把那个水倒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倒油进去 不要着急放食材 等那个油温稍微略高一些的时候 我们把食材放进去 就真的不沾了 好 那么因为今天条件所限 我无法现场演示给大家 可是在中心上会课的 可以看我们现场煎 什么豆腐这种容易很容易沾的 也是在锅里面滑动 完全不沾 所以真的是一口好锅 只要你们用心去用 一定用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从这三个专业的方面呢 分析到我们的锅 真的是你必须要选的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的锅是终身保用 我们开玩笑是传三代 这个和什么一样 和什么一样 爱多美呀 对不对 传三代的 而且它这个锅 极具了这个导磁性 不锈钢的这个快速的导热性 极具了铝合金的这个持续性的导热性 然后呢 还有316钢锅的安全性 就像我们爱多美一样 极具了呢 我们大卖场的这个价钱很实惠 还有专柜的这个品质 有保证 还有这个网络行销的一个倍增的力量 所以真的是一口好锅 一个好事业 所以每个爱多美人 真的买一口锅 和你的爱多美事业一起全三代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那么还有就是买了这个锅之后呢 是不是可以马上使用 那么每一个锅在抛光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都会产生一些细小的 你可能肉眼看不见那些 小的这些就是微尘 那我们回来还是要洗一下 还好 我们有纯天然的 什么呀 碗盘 水果 清洗液 也可以帮我们来开锅 它的开锅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把锅里面的水 注成八分满 然后呢 倒入一些石醋或几滴柠檬汁 那么加热 烧开之后关火 那么再滴入几滴我们的天然的碗盘 水果的清洗液 让它放在旁边降到温了 你可以伸手进去的时候就可以了 你拿好海绵 我们的海绵轻轻地去洗它 倒掉这个水 然后再冲洗干净 就完成了开锅的这个过程 当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了 开的火过大了 里面产生了彩虹的这个搬状啊等等 这个时候请你重复 刚才我说的这个步骤 进行再一次 它还是会很干净的 那对于外层来讲呢 我就是建议大家用一次 就把它轻轻地清洗干净就可以 那么如果说 因为在厨房里面难免会有一些油烟嘛 那外部沾染到一些油垢的话 它经过再烧 就很容易产生这个 很难以除掉的这个 就是说好像黄黄的感觉那个 你也不要着急 就是把那个苏打水烧热之后 把这个锅泡进去 就外层 那么泡一段时间 也是可以抹洗干净的 那么但是我还是建议说 用一次我们就清洗干净 好 这个就是如何清洗 那我们就带来一个316的钢锅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等一下我跟我介绍的内容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Hammelheim跟鸿参 那么有时候可能我们煮汤 比如很赶的时候做妈妈什么 我们又爱多美又是家庭 所以很赶 那么大家都知道炖生汤是很不容易的 要很长的时间 那这道汤呢 是我们很多爱多美伙伴非常喜欢的 又简单又好喝 还能同时介绍我们爱多美好几种产品 是不是 所以呢 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做什么 家庭 聚会 对了 Home Party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道汤 端上来的时候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什么呢 Hammelheim 就像我今天一样 我顺便介绍一下 那我今天介绍肯定是不如我们的营养师 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这个人士 James啊 玫瑰大师介绍的专业 我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 我是专业的消费者 对不对 来介绍一下Hammelheim 对我和身边的人的帮助 那Hammelheim其实呢 有三大我认为功效 总结就是补血 养血 提高免疫力 对了 那么谁需要提高免疫力 谁都需要 对老师 太捧场了 谢谢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提高免疫力 对吗 但是注意 我们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建议不要吃 好 六岁以上呢 我们也是建议你咨询一下 再说 那么它就是唤醒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么在我们这个 这个Hammelheim 它本身呢 其实它有 我们说有这个当归 穿穷 白勺 等等等等 但是它不是简单的熬煮 不是像我们在煮中药的时候 把这几个煮 煮进去之后再喝 不是的 因为呢 它其实每一种药材 都有它的副作用 可是呢 我们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 是食品级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它其实是原子力研究院 它通过这样的技术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物质 合成型的这样一个功能性的食品 所以它的安全性方面是非常有保证的 那我本身呢 其实对于这个 吃这个Hammelheim 其实我开始是抗拒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药 尤其是中药 但是后来因为老师呢 一次次介绍给我 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们想推荐给别人的时候 如果你还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味道的 对不对 有什么作用 你也很难有说服力 所以我呢 在2017年7月的时候 就开始吃这个Hammelheim 那起初可能我会有一些 就是这个下巴的部位 有一些小的豆 好像疹子的感觉 可是对 那时候我已经对产品 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看到说 这些是一些排毒 跟适应的一个反应 那我就坚持去喝 一个月过后 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 那现在有时候 我一天喝两三袋 比如说很累的时候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么他给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觉得体力上面 是比以前更好很多 在这个也不太容易生病感冒 原来我很容易感冒咳嗽 那现在这个方面 已经改善特别多 那他呢还呢 帮助到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那么他其实呢 去年在十月的时候呢 因为严重贫血 晕倒在家里面 救护车送到医院 这是真实的分享 他都有给我医生的那些报告 然后呢 他到医院之后呢 我就第一时间送去了 这个Hemmoheim 在吃完 大概十月 十二月 一月 他都有去做这个检查 他现在呢 已经从六点七 提高到了血色素 十二点一 是他有史以来最高的 所以他非常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这个产品可以帮到 我的最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就是产品会说话 产品会说话 他现在呢 也从一位消费者 成为了一名经营者 他觉得 金银爱多美 就是把幸福 散播出去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 那么刚才说了 金银爱多美呢 就这么简单 你使用就好了 因为每一箱产品 都有PV 是不是 那四盒 就有二十万的PV 所以说我们一边 使用产品 就是几个经营者 那这个红森鸡汤里面呢 当归红森 还用到了红森 那红森其实是 以前我不太敢喝的 那后来我是听了 James玫瑰大师的分享 我发现说 其实我们认为 它热是一个误解 是一个误解 它其实也是一个 温补的过程 那我就开始喝这个人参 这个红森 那我觉得就是 它比如说 你很累的时候 这两个红森 跟Hammerheim 可以互相补充 一个补血 一个补气 因为我们中医 在讲气血两亏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补血补气 两两都不亏 所以我就 也给我的爸爸 和我的家工呢 也购买了这个红森 给他们也去坚持喝 而且非常的方便 原来真的是 比如说他们去 炖煮这个参来吃 它真的很嫌麻烦的 那这个非常方便 很容易溶解 甚至根本都不用热水 温温的水 随便这样一摇 它都溶解得非常好 所以我今天并不是 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 这个红森跟Hammerheim 我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来分享我 对这两个产品的感受 那刚才说完了正餐 就是鸡汤 那如果炖鸡汤的最后呢 再把那个 我们的蒸价放上去 蒸一盘这个花椰菜 又再放一点芝麻油跟盐 就可以是很营养均衡的一餐了 有汤有肉有菜 是不是 那吃完了正餐呢 那我们来喝个下午茶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分享的课程当中 家庭聚会的时候呢 经常做的这个咖啡蒸蛋糕 就是利用了我们的黑咖啡 我觉得用它来搭配我们的三合一咖啡 就是一个完美的下午茶 那么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呢 也可以和伙伴一起 在图中呢 我们是用提前分出一部分 三分之一的原色的面糊 和这个咖啡面糊做搭配 变成了一个好像有层次的感觉 你也可以全部都用咖啡 如果你要分出三分之一的 这个原色面糊来讲呢 你就把我们的那个黑咖啡 剪一下 剪成三包就可以 如果你很喜欢味道比较重 当然你可以加一包也没有问题 我们用它来做烤蛋糕的时候 一个八寸的蛋糕 我们加三条 我们的黑咖啡 味道非常好 对不对 也是我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伴手礼 我去哪里去烤一个黑咖啡蛋糕 顺便还宣传一下我们的产品 那么说到我们的咖啡呢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喝咖啡的人 也就是说 我不是需要每天都喝咖啡的 不是像有的朋友 可能一天要喝一杯两杯三杯 对吗 我是可以不喝也可以喝 但是呢 自从接触了爱多美的咖啡之后呢 我会发现说 偶尔我也会馋 也会想喝一杯 那么我就看看这个背后的故事 就是原因 为什么它这么吸引人 因为我们用的是 100%的这个阿尔比卡咖啡豆 那我们在很多比较高 大家耳熟能详的咖啡厅里面 也是用这个阿尔比卡的咖啡豆 它有一个独有的比较清爽的咖啡的香气 所以跟我们本地的新加坡的咖啡是不太相同的 而且有一些我们在本地喝的一些咖啡 它已经加入了 为了味道更香浓 已经有加这个人造的咖啡香精 我们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起初如果喝惯了口味很厚的 这些咖啡的朋友呢 可能会觉得说 不够不够香 其实你喝久了你会发现 它的香是可以香进心里的 不是只香在嘴上 所以它那个味道是会让你牵挂的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特点 也是我最看重的就是 我们在里面有这个落蛋白 说到落蛋白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有喝牛奶对不对 牛奶里面其实主要成分就有三个 就是什么呢 乳糖 乳脂 还有就是蛋白质 那么我们女孩子爱美的呢 都会选择这个脱脂牛奶 脱脂牛奶就是把乳脂给脱掉了 那么那落蛋白就是把乳脂乳糖 全部都脱掉了 剩下的那个就是落蛋白 所以它呢是可以让我们的口味更香滑 又摒弃了原本只添加人造 人造这个就是乳脂里面 它有人造的 那么人造的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含有反式脂肪 对我们的心脏血管都有压力 那这个呢就从天然的角度上 来让它不但好喝而且更健康 好 那么它这个特点就是 其实你喝过我们的黑咖啡的话 感觉它是有点微酸的 对不对 有点酸中带干 它不是那种苦 很苦很苦不是的 它是有点酸 微酸 它就是它的特点 这就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特点 它就是酸中带干 那苦味中平的 它是很柔和的那种感觉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合一的咖啡 那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咖啡豆 阿拉比卡咖啡豆呢 被称为是它的咖啡界的贵族 是因为它的生长的条件非常苛刻 它必须是在海拔一千米到两千米以上的高原 所以说呢它能够种植这个阿拉比卡咖啡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多 那么另外呢它也需要人工去采摘 我们的咖啡豆是人工采摘的 那等一下我会拿另外一款咖啡豆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所以在一般比较高档的咖啡店里面 它是75%呢都会选择阿拉比卡咖啡豆 嗯 咖啡豆 好 那么另外我们就讲到了我们的这个黑咖啡 讲到我们的黑咖啡 那黑咖啡呢可能你了解过一些它的特点之后 你再喝起来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在喝黑咖啡减肥 是不是 好 OK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呢 在这个方面都有帮助 你像我就是餐前一条酵素 餐后一杯普洱茶 我觉得非常有效果 非常有效果 有没有瘦一点 谢谢 OK 硬逼大家说 OK好 对 所以其实我们做爱豆美就需要有这个自信 对我们就是美的 就是肉的 OK 那我们这个阿拉比卡咖啡豆呢 它其实是我们这一个 它别看它这个小小的几克的一个小袋里面 它是有两种咖啡粉的 一种就是来自于巴西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另外呢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 那刚才我讲了说拿它跟普通另外一种咖啡豆 就叫做 这个是罗伯斯塔 罗伯斯塔 OK 中文就是罗伯斯塔 我们来做个对比 那我前一段时间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从韩国也买了一款这个咖啡粉 他觉得说 就是三合一 他觉得比我们的价钱还便宜一点点 我就觉得奇怪了 我们绝对品质嘛 对不对 我就不死心 我就去看一下它的配表 那个材料那边 他用的就是罗伯斯塔咖啡豆 罗伯斯塔咖啡豆 它是可以在 就是很多地方 它对于种植的要求不高 所以它的产量可以很大 而且是全部是机器采收 所以它的成本非常便宜 那么可以说是跟阿尔比卡 它有成本上就差很多 所以它利用这个呢 比我们略便宜一点点 可能大概就是五十代装的 可能便宜几块钱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它在味道上呢也不同 我们的口感是很丰富的 有层次的你喝的时候 它这个就是非常的苦 只是苦 所以它的没有这个层次感 它的香味上没有层次感 所以它也是便宜的原因之一 好 那么就是刚才我讲过嘛 它有87% 87%就是巴西产的 那么还有呢 这个13%呢 是哥伦比亚产的 巴西其实是世界咖啡的 这个出产产量的第一名 那哥伦比亚这个是 世界品质的第一名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们两个在一起呢 它其实呢 是有各有不同的 它是想 这个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层次 就是这两种咖啡豆 它是调和了坚果的甜味 和巧克力香味的 巧克力香味 那其实我们可以 比如说不喜欢三合一的 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黑咖啡 加一点糖 加一点糖 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合一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三合一的这个设计也很贴心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看很多人去泡咖啡了 OK 就是说明有作用 大家一听到咖啡就很想喝 那么如果你拿到那个咖啡袋 你反过来看一下后面 它有一块糖 两块糖 三块糖的一个小标志 就是说你捏住了 比如说我想加一块糖 你就捏在那个一块糖那条线那边 然后你就加的是一块小方糖 如果你捏在两块小方糖 就是加了两块小方糖 三块就是全部都加进去 它说它的设计非常贴心 Copy shall die 我说的不好 是不是 Copy all Copy shall die 对不对 全部都可以一条满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那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就是这么人性化 就是这么为消费者考虑 那么就是刚才我讲的 它就是一个是酸中带干 那么苦味中品和这个巧克力香味 和这个坚果的甜味调和在一起 就是我们这个黑咖啡 所以我非常喜欢用它来做 比如说那个咖啡慕斯 还有这个我们的蛋糕 我就觉得它那个味道非常有层次 很好吃 很好吃 好 那么下面我们吃完了下午茶 就该吃什么 就是有时候要来个宵夜吧 爱多美人 谁没有吃过马铃薯拉面做宵夜 对不对 有没有吃过的 对啊 一定是宵夜吃过 好 那其实呢 爱美的女孩子都会觉得说 哎呀不要吃宵夜 可是有时候别过分抑制我们的食欲 是不是可以正餐 好 OK 当然可以 天天吃 好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马铃薯拉面的魅力在哪里 它是有来自于 来自那个韩国的本土的马铃薯 五颗 大概五颗的这个量 做成的这个拉面 但是其实我们里面也是含有小麦粉的 不要跟我分享的时候 说是完全不含 其实是含的 那我们的这个拉马铃薯拉面 是可以冷水下锅去煮面的 就是因为它含有这个马铃薯 所以它不会容易糊化 就变成糊 不会的 那么我们煮的时候非常的快 就是我们那个三十六缸锅 你把这个面放进去 水没过面 然后冷水就开锅 然后水开之后两三分钟就煮好了 就煮好了 它跟背面的不同是 它的面条煮完了有点透明的感觉 是更加的Q 更加的Q 那个我们的那个拉面 我们的杯面呢 可能它的口感更像是 普通的这个泡面的口感 所以这两个口感是不太相同的 我想是都是各有粉丝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太相同 另外呢 它里面呢 是含有这个来自于 韩国本土的这个 就是蔬菜包 小的啊 那么它有胡萝卜呀 有这个香菜呀 香葱啊这个葱啊等等啊 就是在里面 还有香菇干的 就是脱水后放在里面的 另外呢 它里面也选用了韩国的这个辣椒粉 它的辣不是死辣 就是可能会辣得比较柔和一点 整包放下去 其实也还能接受 还能接受 另外呢 上次的分享我也说过 有的时候我们做家庭聚会 可能这个面煮久了 泡久了 可能会影响口感 你可以煮的时间略短一点点 然后捞出来呢 我们放上包菜丝 胡萝卜 再放点我们的午餐肉 或者是鸡蛋 可以做炒面 也可以放久一点 也不会不好吃 所以很适合我们带出去野餐啊 或者是在家里面 招待客人都可以 好 那么它的这个Q弹的口感 除了Q弹的口感和香气之外呢 它的一包面里面 还含有一颗半 就是大概450克 是吧 四个左右 大概6000毫克的膳食纤维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择 我们讲比较健康 因为它毕竟是面食嘛 对不对 可是它在那么多的选择里面 是比较健康的 比较健康的选择 所以说连这个泡面 我们爱多美人很幸福 连泡面都有分数 所以我们呢 从早吃到完 从早赚到完 这个就是爱多美 爱多美是什么 爱多美就是生活 爱多美就是健康的生活 爱多美就是把生活 做成了事业 谢谢大家